我們就先來關心的是在疫情的部分 桃園今天新增了本土確診527例 除了在核碩聯合廠有新增60例之外 包含像是私立的清新幼兒園 也有19個人確診 另外北榮的桃園園區 現在也發生了護理師染疫的群聚事件 目前累積有16位確診 醫院有一個小的群聚感染 一共有16位 那麼確診個案 那麼醫院也進行月內感控 跟分艙分流的措施 那確診人數稍多一點點 不過他這個時間 我們初步的疫調 知道這個確診的員工 大部分都是與社區陽性確診個案有接觸 所以暫時研判是家戶或者社區感染 當然社區感染以後 在醫院如果造成更大的感染也不行 所以目前該院已經做了兩次的大消毒 那所有的員工有接觸的有340人被狂居隔 那現在全院每三天 或者有一些單位會更快每天做篩檢 那這個隨時我們會盡控這個院內的變化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就警告了 他擔心可能單日確診破萬的時間越來越接近 他說如果按照現在整個確診 還有居隔的速度發展下去的話 到時候全台包含台北市的部分 恐怕會全面性的來停課 沒想到 陳時中只回了三個字 哪三個字帶您來停 停課的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因為台北市下禮拜 就先暫停5天了嘛 他們的國中高中的就暫停了 那黃市長的意思是說 比較希望停還比較不希望停 這我就不了解你這個問題的想法 是講這樣的一個現象嘛 那如果是講這個現象 那我們知道了 知道了 陳時中只回了三個字 知道了馬上又掀起網友的批評 鄉民們就在討論板上面狂刷說 有人說知道了 那重點是 然後呢 沒有然後要大家該怎麼辦 也有人說知道了就要趕快去做啊 不然要政府幹嘛呢 只回說 我知道了這件事情 狂批陳時中呢 態度其實還是相當的高傲 而時中神劇金劇是不是再加一了 之前陳時中說過 不懂的話要公文來問 很多的網友在網路上面其實是炸鍋了 對於陳時中這樣的評論 大家認為是不太合理 也不負責任的 還有來關心的是 其實陳時中他最近的整個防疫措施 當然有好的地方 可是也有一些負面的狀況 要來大家用放大鏡來檢視的 最重要的部分就在於配套在哪裡 其實我們關心到現在很多的居家隔離 你說要靠里長 真的是里長一個人恐怕是忙不過來的 那現在如果外送你要送到老公寓的話 沒有對獎機沒有管理員的話怎麼辦 陳時中之前是說大家可以丟鑰匙來下樓 還說有更好的方法也歡迎大家來提出來 但他也強調這樣的狀況其實非常的少見 可是這個狀況很少見嗎 像是有很多的縣市他們老公寓 或者是他們的對獎機真的是沒有辦法運用的話 又該怎麼辦 那被問到了相關的SOP又該如何呢 陳時中居然回說這個還需要SOP嗎 大家在想說公寓要怎麼樣丟鑰匙啊 拋物線的丟法 會不會丟到人家的陽台 還是說鑰匙丟一丟 怎麼就遺失了這個又該怎麼辦 現在大家是不是要趕快去打鑰匙 備一些在家裡面呢 蔣萬安就批評了陳時中 其實沒有想這麼清楚 也沒有想那麼多 而且他也批評陳時中 沒有辦法去體會居家隔離者的焦慮 還有外送員的辛勞 那對此的話 侯友宜也說 新北市這種老公寓的狀況 其實沒有很少耶 丟鑰匙 恐怕並不是陳時中所說的單一個案 那邵邵康也說了 如果不見的話又該怎麼辦呢 有人說因為鑰匙恐怕比較輕 所以你是不是放在襪子裡面 再丟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現在整個外送工會 外送員就擔心了 我會不會被說是不法取得鑰匙 到時候被報警要抓人 我又該怎麼辦呢 現在外送的產業工會說 因為其實現金支付這件事情 在外送並沒有取消的 那大家現金拿來拿去 本來就已經存在相對的一個風險 那陳時中是不是不懂外送業 現在這個外送國家隊 其實很多的產業也在喊話說 應該要來建立 看什麼樣子的人願意 來送一些比較高風險的 包含像是居隔者 這樣的外送防疫隊 不知道指揮中心 會不會來進一步的研你呢 相關的一個狀況 我們會持續的幫大家掌握 只是在居家照護上路之後 就有民眾住在勞工率裡面 就像剛剛特別點到的 沒有管理員 沒有對獎機 這樣要怎麼拿藥呢 指揮官說丟鑰匙下樓 就被網友罵翻了 那今天再問陳時中回說 這個需要SOP嗎 這個事情就還要SOP 來 外送也要送到家裡 再送到門口這件事情 總共牽涉的兩個事情 一個是不準的問題 就是大樓裡面不准人家進去 那這問題我們大概就已經 在這裡面公佈了 我們就是說不能不准 要不然你就要自己送 總是要維持在居家照護 或居家隔離的人足不出戶的 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這個問題應該是解決了 那另外一個大家在討論的 是大家在問說那不能怎麼辦 我意思說在不能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什麼地方是不能 就按門打不開 可是現在基本上在如果大樓 都差不多有管理員 那基本上在公寓型的 基本上都是運用對講機 相信90%以上都是運用對講機 那大家又開始問說 如果對講機壞了怎麼辦 或者就是說他這裡面沒有對講機 那這些都是屬於非常少的一個問題 也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那只是有人在問我就是說 那當發生這樣的情況怎麼辦 那我們想說那也許 當然你可能是請親友或是同住的 裡面來幫忙開門 那很多沒有對講機 或對講機壞的這個地方 照我所瞭解 有時候他們會把這個鎖 就把它暫停 不要這個大門一樓大門先不鎖 那這些都可以解決 那萬一都不是這樣的時候怎麼辦 我只是說個人也可以解決問題 那我想在這個防疫裡面 如果能夠個人能夠解決問題 那就解決 那鑰匙拿到了以後 那基本的傾銷還是要做 那我只是說我們盡量解決不能 跟不準的問題 那提出一些相關的建議 可以讓大家參考 那至於就是說覺得這樣的方法不好 有更好的方法的人 那也可以提出來 那這些極端的情況 大家覺得這個建議不好 那有更好的建議就要提出來 那大家共謀解決之道 隨官城市中今天緊急 召集北北基桃還有高雄跟花蓮 總共六個高風險的縣市首長 召開防疫視訊會議 要來達成相關簡化疫調的共識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在會議當中就狠狠的酸 指揮中心是不是沒有防疫戰略呢 對此陳時中就回應 疫情推估一定會向各縣市來報告 至於駅隔的時間 會不會從10天縮短到7天 下週一就會開會討論 找了北北基桃高雄花蓮 那之所以找這幾家 那但這幾個縣市最主要 他們現在列在高風險 高風險區域 那早上 市長都有 市長都有到 不過基本上的一個大方向裡面 當然大家都認為 這個簡化是有必要的 簡化是有必要的 然後第二個大家都認為就是說 在未來在駅隔的強度 或時間上 那必然是要縮短 減低他的一個強度 那看起來先市長對這個七天 大家也蠻有共識的 那我們在七天在科學上有相當的一個根據 但至於在強度 大家就比較沒有 直接來討論到 所以大概在兩天內 我們再召開一次會議 科市長當然從一個宏觀面 講說我們大概國家應該有戰略 戰術戰鬥 三個方向 那在戰術面 他們大概都是全力的配合 那在戰略面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希望能夠對整體疫情的一個發展 跟推估跟我們相關的一個準備 能夠讓縣市政府更明白 那我們也同意 我們將來也會 把我們的推估的情況 跟大家來做報告 戰略 戰術 戰鬥 你要先決定戰略才能決定 戰術才能決定戰鬥 什麼叫戰略 就是說 大概疫苗覆蓋率才決定 最後總感染人數 所以我們比較保守20% 那2300萬乘以0.2是460萬 也就是說在未來時間內 這460萬人要花多少時間去感染 那這是中央要決定 為什麼 因為這個 太集中了 這個會超過這個社會承受度 拉太久了 影響整個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 所以這個最適當的 曲線 這個 這個也不是衛福部可以決定 這應該是在國安局的層面去決定 所以只要中央 戰略確定了 清楚了 我們地方政府一定使命必達 轉型過程當中 從青年的觀念要變成病毒共存 在很多的步驟的方向上 因為 是一個共同生活圈的觀念 尤其像北北基 基本上都一些共同生活圈 我們要有一個區域聯防的概念 讓區域聯防的步驟是一致性的 所以這才是我們如何大家同心其力 然後跟中央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這個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物化器 怎麼買呢 來 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